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 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带着大家一起画葫芦 刘存慧国家一级美术师 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 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 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 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 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 师从楼诗白先生 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 由以画风雨为家 秋天的葫芦 我们生活当中见到很多 有很多喜欢收藏的人 还收藏葫芦 好了 说了这么多 现在开始动手画 中号笔拿出来 吸好水放在这儿 开始几色 鹅黄色看来是用处最大的 因为这个色和葫芦的颜色有接近之处 然后浇茶色我们首先要用进去 因为有书 有很多作者会用褶石了 我们现在不用褶石 我们就用浇茶 你看 淡点黄 这个黄要画满 今天我们讲葫芦讲什么呢 我们肯定讲葫芦的画法 说葫芦本身 它在造型上 它是天然形成的各种变化 我们要谈画法 刚才我占了鹅黄 占了教场 画法 作为写意画的画法有几种 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莫古法 一类就是莫古架构法 先说莫古法 画葫芦要按照结构说 我今天要给大家一层一层的讲透 按照结构说 首先葫芦分成两块 上半部属于尖的这部分 是竖行笔方向 笔要竖着用 然后向下钝笔 钝完了以后 分两笔钝 把这笔画到以后 这个形成一个 不规则的三角形状态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画下半部 下半部正好是一个 两边的两个半圆形相接 画到笔根 齐了 这是一个葫芦的状态 这个状态是指形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葫芦 可以用莫古法和莫古加勾法 这时候可以把这葫芦勾一笔 把它画出一个 轮廓比较坚实 结构清晰的一个状态的 一个画面效果 然后把它换一支小笔 调浓墨 这块黑颜色 注意要衔接这个 前面这个尖这个部分 一般情况下是 藏风画进去 这是一个葫芦的造型 以莫古形而出现的 再画一个 又沾点黄 注意 沾交叉 再画一个就不是这种画法了 在右上方我做一个造型 落比以后向上推 然后向下回 又向上推 又向下回 然后画出一个偏的 带过来 这样一个造型 偏的 这是正的 把这个笔放一边 衔接一下 接这个尖的时候也是偏着接 不是正着接 试问各位 您可以在您 现在按头去想一想 两个相比之处 能看出它的区别在哪 区别就在于造型的变化关系 这个造型我们只看不可画 这个造型我们既可看还可以画 因此在下面画它底下的这个孔和它底下的根部底座的时候 按照这个做法 我们往往是点在中间 按照这个做法我们就点在旁边 点在旁边这个 协议了 点在中间这个 没有做到充分主观协议 顿中客观了 那么按照这个形式来讲 我们墨骨还不可以变吗 还可以不可以变 还可以 我又吸了点黄根 焦茶色 比较占了点墨 把它们再看 我不见得非得行笔都从上半部画到下半部 因此我也可以在这个位置看 我也可以先画下半部 你看下半部并且画成不规矩的一种造型 既不是椭圆 也不是这个相似椭圆的 然后我吸点水 断点颜色 这样处理 也是葫芦 所以这个葫芦的变异太大 这时候我就拿起那只小笔 点一点 画紧一点 这个画的结果是中墨在这 蛋膜在上 这个结果是中墨在这 中墨在这 甚至中墨在这 三点中墨 这个的中墨是上面有中墨 下面没中墨 看来这个 变化的画葫芦 画葫芦不同结构 是我们这堂课要研究的 好 这时候这笔就继续调 鹅黄 调点胶长 然后我就沾了点胭脂 看看就这色吧 画葫芦跟看葫芦不同的是 画葫芦要主观夸张 抓它的特点 俩葫芦画出来形式感不一样 你比如说 你看我把它画成这种结构 你看侧面的 你看 画葫芦是直的 跟刀切的似的 跟上面这个好像不一样 上面这个有点圆 然后你看 画成这样 变了形了 是吧 然后拿这个小笔在这一点 在这一点 这葫芦又不难看 怎么不难看了 变形了 变形以后自然就好看 然后为了让它和其他的葫芦 出现结构的区别 我干脆还可以加点工 你看还可以加点工 我甚至还可以 你看我还可以画成这样 都可以 莫固加勾 加完勾以后 我在这里甚至还可以蹭一下 加点明暗变化 你看加点黑 加点虚实 都可以 形成这种组合 艺术性 单个葫芦怎么画 我说清楚了 下面我就谈一谈 葫芦在组合构图当中的变化 规律都有哪些 葫芦是向下垂的 我要把最美的这个葫芦 画在下面 好 脑子里有一个轮廓 然后我就拿起这支笔来 什么色 最亮的这个颜色 画在这个葫芦上 最美的 那我就拿起这细点水 看这黄够不够 一看这个鹅黄 还行 然后蘸点暖的 好 这个暖的我蘸的是胭脂 好 开始啊 大家看 我在这个位置画 哦 画默古的 你看 一带你看 就把我刚才画那个葫芦的感觉画出来了 等一下 两笔都画完了 形成一个造型 然后我勾它一下 拿起来勾线笔 勾这个的时候 我可以快速勾 也可以慢勾 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勾 你看 你看 协议的 你看 联村代勾 协议的 是吧 好 勾完了 下面我 先定一下它的造型位置 在这 定一下下面的结构位置 在这 好 这个葫芦画好了 然后在它旁边再出现一个葫芦 肯定是淡的 这时候我就吸水 不仅要淡 还得绿一点头了 是吧 而且姿势还得跟它不一样 如果姿势不一样呢 肯定是得有半个葫芦边在压着 压着 另外半个葫芦边在外头 你看 个头上应该有点差别 这才是不一样 两个 这不一样的 我们也在边上挤上它的结构 简单的画上它的关系 好 两个葫芦 这一个勾线 一个勾线 这个那个线勾实了 我们这还可以再把它强调一遍 是吧 好 然后这时候就现在得要破色 破色的目的就是 在这个基础上 有没有颜色来破这个线 你看 把它画成一个破的状态 还可以拿淡墨破它 这时候我拿这个 笔吸点水 化点淡墨的 吸点淡墨的色态 把它破一下 还可以拿淡颜色破它 吸点水让它阴出去 这都可以 怎么做都行 是吧 出现点效果 有意识做成这样 有厚重感 一看就有厚重感 然后我拿点淡墨试试叶子 淡墨叶子 淡墨叶子注意 里边有时候有点绿也不要紧 但是我们看 它美不美啊 你看淡墨叶子 叶上去了 叶上以后上面擦点干的 擦点虚的 然后上面再来点 吸点水 淡的 淡的 哎呀 这回可真够淡的 这个淡子特别容易产生韵味 画面 然后我再破一破这块淡子 你看 这个葫芦的叶子 切碗记住 跟那葡萄叶子还不太一样 不许它画实了 本来这葫芦就简单结构 你再把那五瓣叶子画得很实 很像就不好了 因此它整口就是墨的变化 就是墨 没有别的 它之所以有叶子是因为缺墨 让它做墨的衬托 好 然后这点还有枝条 然后它就是这样过来的 你看带过来了 这笔又推上去了 又拉过来了 笔又掉过来了 你看到这 哎 这种感觉 葫芦特别让你容易 把你心中那种 对笔墨韵味的体验体现出来 因为它没有具体型 你怎么画就这两笔 隔着就是 然后刚才那个画普洛的 那个笔又拿起来了 拿起来以后 吸点这个红颜色 这不是黄的红的吗 我在这画点红的 红的 这葫芦我刚才这么干了 这回 大家看到了 我给它破一下 挤一下 我用挤的办法 你看 哎 把这干给流出来 这边也是挤一下流出干来 画一个 葫芦 这个葫芦我们这么做 画一半 一小半 一袋 从这边来 哎 正好这个形成一个式 这三个葫芦 觉得不错 然后我还是拿起那只笔来看看 画一笔黑的 但是这个葫芦在后面 在这干的后面 我还勾这么深的线 不一定合适 我就换另外一支笔 沾点淡墨 我们勾一勾 从淡墨来勾 哎 可能合适了 哎 真是 一淡墨一勾 觉得基本合适 撒葫芦 撒葫芦画好了 这时候有的作者就在里面 适当的趁着没有干 加点它的层次感 加点它的层次感 破一下 破一下 就显得有点机理 太平了就光 不好看 所以有时候就 哎 做点机理 破一下 特别是这种质地比较光的内容 比如葫芦多亮 这手一摸很光滑 你就要用笔来造点感觉 然后我 还是那种大笔拿起来了 细一点浓墨 在这个右上角这个位置 添点黑吧 把这个移开点 添点黑 拖一下 有时候怕它这儿阴了 你可以吸一下 有时候就让它阴进来 阴就阴吧 反正就这块黑在这摆着呢 一块黑 两块黑 三块比较淡的黑在里面 形成了这个画面的感觉 这个时候就要看藤 藤是什么样 我看看 种墨藤加过来 画到这儿 你看我这笔 茶笔 又画过来 画过去 画藤要注意穿插 穿插组合 画藤要注意行笔 你看我这笔 你看 画藤要注意结构 好看 为什么 所有的藤不一样 你细着看 是吧 全是不一样的 色不一样 藤的穿插不一样 结构不一样 然后这个笔不要轻易的去沾墨 接着来 画过来 画过来 再过去 你看 老实 你看 怎么弄 怎么 画的感觉舒服 然后就要破这个藤里边的具体的东西了 拿你这小笔 蘸点浓墨 具体的是什么 你不能这三个葫芦都漏着 有藤必须穿过它 所以这个如果是主要的葫芦 这个葫芦就必须用藤迈过它 编出那么一个结构转折 来形成它的变化 使画面出个层次感 那么其他的就不要了 有一个就可以了 画面就显得多 叶子不许随便的点缀其他的 画的是大血液的葫芦状态 基本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关系 现在这张画我们来分析一下 大家跟我 首先我们看到 虚实关系是 这个葫芦是实的 它其次远处的最虚 远处的最虚 被谁给变成虚了 被一个枝干 因此这个枝干可能还会加重 因此你在这儿要做点文章 加一下它 甚至我可以双勾一下 都不要紧 你看变成这个状态 它是实的 因此它被虚掉了 虚掉了按藏路关系来说 就藏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看画面的留白 画面的留白关系 通通是画面占有位置的剩余部分形成的 留白合理 就这块白不方 这块白不是方的 是多变化的 非常好 这时候肯定您这个线 周围组合它的线 不是90度相交的 说这个白 大小跟这块白形状不同 肯定您这个葫芦站的位置 不是正中间 那就说明 看空白是来分析 画面应有画出来的形象的 正确与否 下面我们不看空白了 我们看浓淡 这个葫芦是用浓墨勾的线 这个葫芦也是用浓墨勾的线 而这个葫芦是淡墨勾的线 它的种墨叶子在这儿 还有一块种墨在右上角 两块种墨和现有这些线的种墨 形成了点线面的组合关系 正好能使画面丰富起来 那么有人要问了 说老师 我现在这块墨黑的叶子 和这块墨黑的叶子 正好在我这个画面里面 是两块一样的事 如果是这样 下面我就带着你解决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分析这两块墨 哪块为主 这块为主 没错 因为那块在角上 这块挨着淡墨 它需要做做文章 还可以有空间做 我们就把它画出液金 如果你不画液金 一定记住 把这块墨分出层次 加上黑 如果不加黑 你就画出液金 勾出液脉 但是勾的具体部分 就是点到为止 然后就是这些部分 这些部分就拿笔带 带着走 这个做法 我们曾经在画葡萄叶的时候 体验过一次 带着走 让它感觉有筋脉 你看我是拉着走 脱笔的 你看 有筋脉就行了 但是不是很丰富 是吧 这一片可画可不画了 再画就没什么意思了 然后就是换一支笔 吸点水 点这个点 这很重要 淡墨点 这个在画其他画的时候 我也谈过 这是在写意画里面的 充分体验的一种 自然的呼应变化 我们叫做 补笔 补笔 就是收拾画面当中用的 你看 点这几个点 它就不是白点 它上面自然出现一些 空间感和虚实关系 觉得它是什么 觉得它就是气氛 营造气氛 好 这个葫芦画到现在了 那么下面也要加东西 加什么 还是秋天的东西 以麻雀为主 或者以八个为主 都无所谓 这个你们有种墨了 是吧 也有黄颜色了 我们就要分析 哪个颜色占的多 黄颜色占的多 我们就可以画黑的 正好下面没有黑 我们就以八个为主 画两个 大家看看 这个八个 如果要是落在杆上 就把葫芦架起来 如果下边是空白 落八个 就等于落在地上 落在地上 葫芦就是自然下垂的 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 自然下垂的一个构图 下面我画个黑的八个 大家看 这是重复一次八个的画法 但是形态不一样 我们用大笔吸点淡墨 淡墨 我们画两个姿势 为什么画两个姿势 就为了体现墨的浓淡 先画一个淡墨的姿势 这表现的是前胸 大腿 注意这个姿势 现在这是前胸 大腿 将来这要有找 头肯定在上面 画鸟啊 可先画头先画的 也可先画身的 没有具体要求 以您画的这种习惯和动态 透视为准 下面我沾点浓墨 这是它的头部 眼睛我画一夸张的 因为我这个 我这葫芦都是夸张的 我妈不画一夸张的 大眼睛夸张 嘴 上嘴下嘴 你看这嘴就出来了 很结实 探出来的这个羽毛 灵毛 过来了 然后头部的这几个结构关系 嘴出来了 这一吹出嘴 再加上这脖子 你马上就想到 这就是一个鸟的形态 然后下面就需要点几滴 就完了 就不用细化了 到脖子这儿 这村擦链笔就不化了 然后就是翅膀 你看这翅膀一化 留块白就好看 你不留它就不舒服 然后这块白可以用几条线给它夹上 诶 羽毛 大鱼翅 尾巴 用笔根一画 你看这八个 画上就好看 是吧 然后拿起刚才那支笔 把笔中的水挤掉 那支大笔 就带走点墨 然后适当地把这羽毛给它加点淡墨 你看 一点 齐了 然后眼睛这一勾 八个画好了 这个八个就比较精神 它是变形的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鸟 没有那么多淡墨了 就沾重墨 中墨 先画后背 画两笔 就是肩部 绑子 画两笔 然后勾出羽翅 你看这俩正好对着 你看 勾出羽翅 勾完羽翅以后 尾巴 这个尾巴大家可注意 要比那尾巴略长点 画在这 这鸟合着是后背冲着你 刚才那是前胸冲着你 然后拿起那只小笔 看见这注墨是不是调好了 跟这个头对应着 找一种情感和情调 动态 头部 眼睛 嘴 对应着画 然后这两个鸟就呼应上了吧 呼应上了 这两个鸟这情取有了 是吧 我们看起来 大家读起来的这种 艺术感就强烈 是吧 然后把它的后边 用枯笔给点上 然后用淡墨 把它的眼睛这个轮廓这部分 染一下 是吧 脖子给它流出来 注意前胸 露出这部分肚子 小笔处 侧峰画到这 俩画好了 是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后背这部分 加点重墨 拿着小笔 有时候需要拿弹幕渲染一下 一点 渲染一点 画好 这两鸟出来了 两个姿态 两个镜头 但是使画面就惊上去了 这时候我就用重墨画它的枣 先画这个 你看这个 这是两笔 一 画到这 这个画到这 这个枣要画得结实点 就要顿笔 你看 结实 这鸟站起来很精神 是吧 这个鸟也是 要精神 往前画 你看 站画 往下画 三笔 精神 是吧 站起来 站得很稳 这只有一只找在这 画好了 这俩鸟都 神态十足 是吧 整个画面 情调也有 然后干了以后 再把这鸟的眼睛点上 一般情况 您点点黄颜色 也就够用的了 比如拿只小笔 点点红黄色 就够用的了 把他这个眼睛的高光位置 留出来 就行了 不用画那么复杂 配合画上面的效果 这就是画面的创作 说这三个胡了黄了 加上八个人鸟 这张画就齐了 构图完美了 画面基本色调完美了 创意完美了 画面就可以收笔 下面提款 修运 好 画面就 完整 准备盖章 拿出一泥 找好位置 盖好 所以这张画来说 这角不能盖章了 画面已经很完美了 我曾经说过 这图章 需要按照构图来补充 把葫芦也学好了 加上刚才我讲过的那几个葫芦的画法的不同的结构关系和色彩的运用 我觉得今天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大家对葫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起码知道葫芦有几个画法了 色彩怎么用 老是带着我先画哪后画哪来 形成构应该怎么处理了 您一个完整的作品的一个雏形就要出来 希望大家在课下好好练一练 利用这个画葫芦把您行笔的这个变化体验一下 把这个您胸中这种大气展示出来 作为写一画 您就会体验出它的奥妙和这种神秘之处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